骨髓瘤恶化速度有多快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编卫国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骨科副主任医师 骨髓瘤实际上是目前在血液科肿瘤的位面 通过化疗等等综合治疗以后 效果非常好的一种肿瘤 它的恶化主要取决于 有没有及时得到 比如血液科专科的一个治疗 如果说得到非常及时治疗的话 骨髓瘤的控制是非常理想的 所以我们骨髓瘤的治疗 我们首先是要取决于血液科的大夫 如果他们那边处理得好 可能就没骨科大夫什么事 如果说是你血液科那边不治疗 骨破坏的速度会发展得非常快 而且会在全身多部位同时产生 或者产生剧烈的一个疼痛 育后情况其实还取决于 它骨髓瘤本身的疾病的种类 和血液科专科的这个治疗 是否及时是否正确 一般就是到骨科的话 可能会产生大量的骨破坏 尤其是以脊柱部位的这个骨破坏为主 可能患者会出现一个脊柱的疼痛 甚至产生一个病理性的骨折 对这个神经或者脊椎有压迫 或者四肢部位也可能会产生一个病理性的骨折 这个病人当然是非常痛苦 骨科可以进行一个对症治疗 对于骨折部位我们可以进行一个 比如说内固定 包括水泥填充 减少患者的痛苦 尽快地恢复患者的功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